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银行的波幅是不大 即使波幅是振幅的 振幅不大,只有0.948% 最高位3.1号8,最低位3.1号半 现价3.1号8,比加权平均价3.1号7,21号为高 这个股票的历史波幅10厘,远低于恒生指数24厘 这股票有特别想说,就是预期周息率8.086厘 是一只高息股 当然我们不只看高息股就买 很多散户错觉 很喜欢高息股低息股 高息股低息股 你拿到报价机,谁人都看得到 这么容易就被你找到 买中可以赚很多钱吗? 可以发达,谁人都看得到的东西 我想说什么呢? 两只股票之中 短线不需要看周息率 中线也不需要看 只是长线看 除了这个中国银行之外 另一只同系的中银行香港 近期的波动性 不是应该说 升势也挺凌厉的 历史波幅高一点 接近恒生指数24厘,有22.852厘 不过,预期抽息率是3.788倍 如果只看抽息率,假药当然不应该了 只看抽息率,就应该买3988 我再加一句 当然不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讲这个长线 因为这张是今天的报价 报价的quotation 报价画面,看短线 今天表现开始到现在为止 飞审的主动买高比率是74.26 非常漂亮 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不过可惜波幅这么小 即使波幅这么小 震幅这么小,没有什么代表性 没有什么高的参考性 没有那么高 资金净主动买入有5060多万 佔成交金价有22.65% 不可小趣 你看到3.15、3.18 很淡分水量,即是3.17 非常明显 看标准自动对盘 我们看看大户的活动 大户的活动要25宗 资金主动买高比率是79-21 都是极度配合上升动力 加团平均价3.173 看特大户加上超级大户的行为 都有8宗 但是没有超级大户 因为全部都不够1000万港元 69-31 都是非常配合上升动力 3.171 就是它的加团平均价 至于托着股票 到现时为止 托着股票主要是 一间 就是这间 Optivate Trading 3.168 资金净备动买入1300多万 接近它有 中国投资信息 是压住的 3.177 资金净备动买出 924万 最后是图表分析 图表分析 中国银行的月线图 月线图 今个月 暂时看到的 连续第三支阳筑 很漂亮 暂见高位是3.18 3.18 3.18已经是 升破了 也就是 我们长期的最后 指赚位 应该放在2.97 最后 另外我们看看前面 有个高位 是3.182 今个月 暂时是3.18 差点未到 大家看看 这个位置 过不过了? 如果过了 企稳在上面 你的指赚位 长线投资者 应该推上3.182 暂时还未適合 推上3.182 目标是多少? 当然是看这个高位 4.09 和这个高位 4.174 五个主要技术分析指标 全部都配合上升动力 非常配合这个股票 证明它是长期显著向好的 长期显著向好的 我们要看两个 由这个高位 明显高位 4.09 跌下来 明显高位 4.09 好 跌下来 最低是见过 应该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是2.092 2092是2.092 如果0.618 反定目标是3.327 记住这个位置 3327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的 港股分析精华短片 想不想看触本版 立刻订阅Benny亮梁业豪YouTube频道 每个交易日都会重播一段 详细的港股市前分析 和一段港股即市分析的影片 时间是下午4.30 和晚上8.30 如果想第一时间观看 并且在周末和假期都看到 可以帮助各位捕捉最佳进出市时机 令到投资获利 变得更加轻易的港股 外围股市、外汇、贵金属、债市、楼市 加密货币等投资市场的专业分析 那就要订阅我的Patreon频道 请大家多多支持